志蒙代表團團長谷正章以及代表蔡英文、姚齊卿、兩站、宋律卿、顧問韓英、李文哲和律書齊褲德總議席 上午離開台北的時候,國民大會立正在日本建中等人收到機場送行 國民大會立正在機場裡面表示,目前是市局震盪的大儀式,也是扭轉市局的最好時期 亞洲人民應該用主觀的分手來克服客觀的困難,把市局情勢有低潮推展高潮 志蒙第二次大會本月20號到24號在西貢主席